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你还在天天喝咖啡吗?老中医忍不住说出真相,这件事你一定要知道。 跟我们从古代就开始喝的茶叶不同,咖啡属于新兴的外来产品,这两种产品的碰撞就像是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咖啡有提神的效果,那你知道从中医的角度看,咖啡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作用吗? 咖啡豆取自咖啡树的果实,色红赤熟火,入心,气焦苦,并入大肠镜。 杏味,心肝苦涩,炒燥焦,甘醇味,由补养及缓和作用,能缓和疼痛。 心味,发散行气作用,能通过脑穴屏障,治疗表风热,头痛,苦味,有造湿与卸下作用,能治疗热症或湿症。 从中医的角度看咖啡的14个养生功能。 1. 提神醒脑。 咖啡因性味辛香方醇,极易通过脑穴屏障,刺激中枢神经,促进脑部活动,使头脑较为清醒,反应活泼灵敏。 2. 思考能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提高工作效率,可刺激大脑皮层,促进感觉,判断并增强记忆能力。 2. 强筋骨,力腰膝。 咖啡因能使肌肉自由收缩,增加肌腱力量,降低运动阀,增加身体的灵敏度,提高运动功能。 3. 开胃住食。 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刺激胃肠分泌胃酸,促进消化,防止胃胀、胃下垂,即促进肠胃激素,蠕动激素,促使速通便。 4. 消脂消肌。 咖啡因可加速脂肪分解,增快身体新陈代谢率,增加热能消耗,有助减脂紧肤。 另外,使用咖啡粉洗澡是一种极好的温热疗法,有助瘦身减肥。 5. 利窍除湿。 咖啡因可促进肾脏机能,排出体内多余的钠离子,提高排尿量,改善负胀水肿,有助减重瘦身。 6. 活血化淤。 咖啡所含的亚油酸,又容血及阻止血栓形成,增强血管收缩,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血管扩张的头痛,尤其是偏头痛。 令促进静脉回流,有润泽肌肤,使肌表恢复弹性,预防心血管疾病。 7. 吸风止静。 咖啡可加速代谢胆固醇,减少冠状动脉中药化,降低中风几率。 8. 喜悦颜色。 适量长饮咖啡会令人精神兴奋,心情愉快,抛开烦恼,忧郁,疏解压力,放松身心。 9. 输肺定喘。 咖啡因会促进交感神经,抑制副交感神经,避免副交感神经兴奋而发作气喘病。 10. 造湿除臭。 咖啡因内含丹宁,可脱臭,消除蒜、肉尾。 11. 咖啡有解酒的功能。 酒后喝咖啡,将使由酒精转变而来的乙泉快速氧化,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排出体外。 12. 预防电脑族肝眼症。 报告指出,喝咖啡者患肝眼症的几率明显比不喝咖啡者低,这主要是和咖啡中的飘零成分有关。 低眼剂中的飘零成分能自己腺体分泌液体,从而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对于爱喝咖啡的电脑族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13. 痣痛。 比如,一夜没有睡好所带来的头痛,或是太阳血测因血管收缩引起的疼痛。 这些非气质性因素所引起的疼痛都可以用咖啡来缓解,推荐在早上或是中午饮用。 14. 抗衰老。 色深又具有苦味,是因为咖啡中富含抗氧化的物质。 近年来,只要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食物,都在市场大行其道。 一般所熟知的蔬菜水果含丰富A、C、B族维生醋的食物,以及在日本相当流行的茶,之所以被视为健康的食物,就是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有研究报告指出,咖啡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比茶多四倍,可以抵抗自由基。 咖啡的好处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八点你一定要知道。 喝咖啡对皮肤有好处。 咖啡可以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使皮肤加速排出废旧角质,淡化因循环不畅导致的黑眼圈。 另外就是具有抗氧化作用。 常饮咖啡能让肌肤细胞保持充沛活力,防止细胞氧化,从而对抗衰老。 饭后喝咖啡养胃助消化 饭后喝咖啡对胃不健康是有好处的,但相对的,如果在胃里空空的状态下喝咖啡,分泌的胃液会损伤胃粘膜,从而损害胃不健康。 爱吃肉的人最好饭后喝杯咖啡,有很好的解油腻助消化的作用。 此外,咖啡中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比橙质高,咖啡因还能刺激肠道加快蠕动,因此喝咖啡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喝咖啡保护肝脏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咖啡能降低患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咖啡富含的多分类物质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 建议肝炎患者每天喝点咖啡,对肝细胞的修复很有好处。 喝咖啡还可帮助酗酒、超重、有糖尿病或铁附和过量的人,减少患肝病的风险。 但没有证据表明咖啡和茶能减少人们因脂肪肝或病毒性肝炎而患慢性肝病的风险。 喝咖啡可防止放射性伤害 放射性伤害已经成为目前较突出的一种污染和危害,尤其是家用电器的辐射,如长期操作的电脑、家中的微波炉、电视机等。 有研究明确显示,咖啡有助于防止放射性伤害。 喝咖啡可缓解运动酸痛。 运动后喝两杯咖啡有助于缓解肌肉酸痛症状。 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喝咖啡可以帮助人们缓解运动过量造成的肌肉疼痛。 值得注意的是,咖啡因虽然有缓解运动疼痛的效果,但往往只对不常饮用咖啡的人有效。 喝咖啡能解酒 咖啡中的绿原酸可避免酒精中毒。 饮酒过后,喝适量的咖啡可使由酒精转变而来的乙泉快速氧化,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排出体外。 喝咖啡可防胆结石 有研究认为,含咖啡因的咖啡能刺激胆囊收缩,并减少胆汁内,易形成胆结石的胆固醇,从而减少人们患上最常见的胆结石病的风险。 喝咖啡预防抑郁 规律饮用咖啡的人,饮用后会觉得愉快,烦躁感变少了,心境得到改善。 有研究表明,烦躁或情绪低落时,喝杯咖啡确实能让心情平静。 咖啡的好处虽然不少,但要注意了,有四类人是最好不要喝的。 一,有胃病的人。 二,有高血压的人。 三,睡眠不好的人。 四,怀孕的人。 除此之外,最好不要喝太多咖啡,毕竟我们在喝的时候往往会加入不少糖,糖吃多了可就不好了。 苹果和它一起煮着湿,有效止咳还能缓解失眠,建议收藏起来慢慢看。 立冬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干燥,这时候正是呼吸道疾病常出现的时候,这也是秋冬季流感高发的主要原因。 呼吸道感染的主要人群往往免疫力较低,而中老年人的免疫力又一直在下降,因此中招的人往往都是他们。 呼吸道感染者一般有咳嗽痰多,就咳不止的症状,如果久治不愈,容易诱发肺炎,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因此,我们要尽量在根源上去预防和杜绝它,或者把病情扼杀在摇篮中。 医生提醒,苹果和它一起煮,喝上几顿之后咳嗽的症状就会减轻不少,是秋冬最棒质可药。 吃熟苹果的好处 苹果被誉为水果之王,富含有多种营养素,例如膳食纤维果胶、糖类、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这些营养素对健康都非常有益。 苹果虽好,但有些中年人的脾胃虚弱是受不了生吃的。 其实,苹果还可以煮熟再吃,而且熟吃苹果还能治疗多种疾病,越吃身体越健康。 1.保护肠胃 生苹果比较硬,熟苹果果肉较软,吃熟苹果可以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肠胃功能不好,体寒,身体虚弱的人吃熟苹果对肠胃是一种保护,而且煮熟后苹果中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 2.降血糖、降血脂 苹果经过加热后,本身含有的多分类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幅增加,大大提高了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 3.防治内热 苹果加热以后,其中的膳食纤维、果胶得以软化,更容易被人体利用。 可防治、碎唇、深热疮、牙龈发炎、蛇裂等内热现象,熟苹果加它功效翻倍。 单吃苹果能补充维生素,对咳嗽有一定的缓解效果,但是见效慢,用苹果跟它一起煮,功效会翻倍。 它就是享有清肝明目之王的枸杞。枸杞一直是养生界的宠儿。 苹果枸杞水 做法 1.将苹果洗干净、去皮、去盒、切成片。枸杞也洗干净。 2.将苹果片倒进提前煮好的热水锅中。 3.小火煮2-3分钟。 4.水开后加入枸杞,在小火煮5分钟左右。 5.等苹果片变成半透明时,放入适量冰糖。 6.在小火炖3分钟左右,熄火。 7.煮好的苹果水晾温,加入蜂蜜就可以喝了。 8.营养。苹果枸杞水同时享有糖类、有机酸、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多酚及黄酮类营养物质。 作用 从根源上滋养肺部,缓解咳嗽和肺热,还能补脑、养血、凝省安眠、改善皮肤干燥等功效。 9.清香茉莉梨汤。食材。雪花梨一个,茉莉花茶若干,枸杞适量。 10.做法,将梨洗净去皮并切块,与茉莉花和枸杞同煮即可。 10.作用,清热镇静,化痰止咳,润肠通便,里气止痛,温中和味,消肿解毒。 10.常吃生苹果的好处 1.预防感冒 苹果含有人体一天所需维生素C的13%,可增强身体抵抗能力。 除此之外,苹果还含有一些纤维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常吃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对预防感冒具有一定的效果。 2.美容护肤。 苹果富含大量维生素C和类黄酮物质,能改善皮肤暗沉、蜡黄和驱除黑斑、雀斑等皮肤问题。 常吃苹果既能美容护肤,还能延缓衰老。 3.增强记忆力 苹果含有糖类、维生素和多种的矿物质,都是大脑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又增强记忆力的功效。 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加,记忆力也随之减退。 如果你已经出现记忆力衰弱的现象,可以每天吃一个苹果。 4.防癌抗癌 苹果富含纤维素、柔酸,这两种物质能加速肠胃蠕动,把体内存积已久的代谢物排出体外,及时清洁肠胃,维护消化系统的健康。 常吃苹果能有效消除、消化道内、肿瘤物质的形成,又防治结肠癌的作用。 5.预防胆结石 苹果有贵重的成分——果胶,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既有调理未尝的功效,还可以刺激胆质分泌,预防体内产生结石。 不同颜色的苹果,养生功效也不相同。 1.青苹果 青苹果的口感特别脆,具有养肝排毒功效,同时能缓解抑郁,适合年轻人使用,并且吃青苹果还能防止牙龈出血。 2.红苹果 红苹果是最常见的品种,营养丰富,能够增强记忆力,保持泌尿系统正常运行。 3.黄苹果 黄苹果味道特别香甜,可以保护视力,对于上班族经常使用电脑的人来说,特别适合食用。 吃苹果好处多多,但也有很多禁忌。 那么苹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呢? 苹果不能和这些食物一起吃。 1.苹果不能和海鲜一起吃。 苹果中含有的有机酸中有一种柔酸,这种物质会与海鲜所含有的蛋白质发生反应,降低海鲜的营养价值, 还亦导致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 2.苹果不能和萝卜一起吃。 吃萝卜后体内可迅速产生一种叫硫氛酸盐的物质,并很快代谢成另一种抗甲状腺的物质。 此时若同时摄入含大量植物色素的水果,可诱发或导致甲状腺肿发生甲抗。 3.苹果不能和红薯一起吃。 红薯中的淀粉含量非常丰富,吃完以后会产生出很多的胃酸,但是苹果里面的有机酸特别丰富,一起吃很容易影响肠胃的健康,导致肠胃的不舒服。 吃苹果需要注意几个禁忌。 1.吃苹果千万别啃喝。苹果盒含有一种青筋酸的有害物质,长期误食会出现头晕、头疼、呼吸急促等中毒的症状,甚至休克。 2.腐烂苹果一定不要吃。 看到苹果腐烂,很多人会选择把苹果烂掉的部分去掉照常吃,其实这么吃是不对的。 苹果烂了一点,整个苹果都会含有酶毒素。 吃这样的苹果轻折腹泻,肠胃炎,重折可能会致癌。 3.苹果一天不能吃太多。 苹果虽好,但是吃苹果也不能毫无节制。 如果在一天当中使用过多的话,容易造成腹脏和腹部等其他的不适感。 建议一天不超过两个。 有句俗话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话也体现了苹果的作用有多大。 所有的食物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它们不只为我们提供营养,也帮助我们更好的度过危机。 不少抗生素或是药物都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 多吃这些食物对身体好,但也要注意生吃熟吃效果的差异。 希望大家不要记错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